9号下午这辆新能源车开在杭州湾环线高速上时 第二车道的白色小车突然靠向它 导致新能源车失控 从第三车道撞向了第一车道的商务车 三辆事故车占据着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 因为受损严重都动不了了 其中新能源车上有乘客受了轻微伤 事发时第一第二车道的两辆车并排行驶 事故的起因是第一车道的商务车突然变到了 事故中商务车驾驶员承担事故的全责 要不要把黄金眼综合报道